高雄人物水管路這一期意外可以看得到 出事的寒洞目前已經整個被禁空 因為就在稍早大概11點多 車子脫掉之後 高雄市環保局也立刻出動 十多名的清潔人員把整個道路清空 不過現在還沒有辦法讓這個車子通行 就在於稍早前被拖出來的遊覽車 現在還在旁邊進行最後的整修 因為他們剛剛是從遊覽車的這個後面 把車子拖出了寒洞 而現在必須要小心的固定這個車頭的位置 要以這個把車頭抬起的方式 來拖到附近的停車場進行保存 因為就在稍早大概10點左右 最後一名的罹難者 已經運送下車之後 目前車子的見識 必須要進一步的來進行仔細的見識 而擔心在現場會阻礙交通 所以在稍早前也已經由這個拖掉車 從這個寒洞拖到旁邊 大概是將近20公尺的位置 再來進行整裝 而待會入夜之後 就會拖到附近的這個停車場 來進行保存 而明天天亮之後就會有進一步的建設工作 而我們也利用這個時間 再幫大家重新整理一下整起的事故 事實上遊覽車今天總共是搭乘了25名附近 人舞台塑退休人員聯誼會的成員 而由於他們都住在高雄人舞附近的這一些村裡 因此也有一些村裡的這一些長輩 今天是跟著他們一起參加阿里山一日遊的活動 不過原本在入夜之後就應該要返家 結果沒想到就在八點二十七分的時候 距離家門口大概只剩下不到一公里 位於水管路高速公路底下寒洞的時候 就發生了這一起意外 而由於這一個寒洞有分 汽車所在通行的限高是四米三 另外機車通行的只有兩米 結果遊覽車疑似是在不知道路的情況之下 居然闖入了機車道才會導致 這一個三米多高的這一個遊覽車 上頭有三分之一的位置都被消掉 也導致坐在裡頭最前面的一名長輩 當場是沒有了生命跡象 而這起意外25名的遊客 總共造成14人輕重傷 以及一名長輩送命 所以總共是15名的這個 總共是15名的輕重傷 以及總共是15名的這個傷亡 因此現在責任的釐清呢 在整個人員的就醫之後 以及當地的里長呢 稍早前也來到現場關心 所有這個成員的狀況之後 警方目前也已經將遊覽車的司機呢 帶回了警局要來進一步的偵訊 而另外呢到底事發當時 他知不知道路 以及呢如何發生這一起意外 稍後晚一點呢 只要是比較傷勢 比沒那麼嚴重的這個傷患 以及乘客呢 警方也會一一來進行了解 以上是目前的做音情況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